别总抱怨遇到的都是渣男 说世界上没有好男人 你知道好男人需要什么吗 他们要的是能过日子的女人 渣男只想截你的裤腰带 过日子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平淡 甚至是一成不变 你既不愿意洗衣煮饭 又不甘于平淡 被捧酒的普通人呢 其实早已经忘了生存之道 总想吃好的 用好的 穿好的 却忘了自己普通 男人普通 两个家庭的普通 面包也好 爱情也罢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送到你手中 过日子跟工作其实没区别 初中毕业 办公室 铁饭碗 根本轮不到你 其实是一个道理 优秀且能长期保持忠诚的好男人 也轮不到那些好吃懒惰 索取无度 理所当然的女人 上学连医院一次方程 都解不明白的两个人啊 婚姻里却能够用尽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 你捅我一刀 我挠你一剑 反正主打一个 我不能吃亏 你也别说自己单纯烈脑 总被扎男骗 腰带比嘴都怂 男人多看你两眼 哎 你就小鹿飞飞 夸你两句 你就觉得自己魅力无穷 认识不到一个小时 连对方信什么都不知道 就能够去308坦诚相见 酒店的终点房 时间都没到 回到家各自信息一扇 互进黑名单 好男人其实多的是 前提是你得优秀 这里说的并不是说 你学历和家境有多好 就算是一个最普通的女生 如果她能够勤俭持家 告诉你好男人争着药 自己明明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 还整天做着公主梦 被人伺候被人宠 一天到晚的爱爱爱 没有感情离婚 没有爱情劈腿 拿一把爱的尺子两万五 说一万遍 男人没有爱 只有价值